家府中心今天举办了表扬感谢大会 感谢许多任养人 他们长期以来的捐款 其中有一位已经做了阿嬷的刘景余女士 在30多年前 一位独自抚养4个小孩 也曾经接受过帮助 现在她转换了角色 帮助更多其他家庭 一帮就是10多年 还有人一捐款就持续了30多年之久 他们的爱心很令人敬佩 接受帮助任养的小朋友 组成简单的神医团 拉奏起这首感恩的心 有音乐感谢长久以来 家府基金会中所有任养人 对他们的帮助 怀着感恩的还有现在 站在台上领奖的刘景余 4个孩子也是靠着任养人的捐款 平安长大 经过10多年的帮助后 转换角色 换她来帮助其他小孩 我每个月收到任养会 心里面都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感动 我希望我能够一直做到 永远的任养人 只要我有饭吃 我有能力 我就会一直做下去的 刘炯云讲到激动处 忍不住落泪 身边的大儿子 娄姐妈妈给他温暖 现在全家人分成三组 轮流当志工 一张这份爱传送出去 没有在想说 可以帮助人怎么样 我们只是感觉上这样子做会 我们只是在感谢以前任养人的那种心意 而另一位任养人 郑秀琴从20多岁开始捐钱 一眨眼就学30年 已经算不清楚帮助过多少孩子 最大的都已经40多岁了 每每看着被任养儿童寄来的卡片 心里也充满感动 不知从何时开始 有的甚至已经改口叫他干妈 有人会记得你 然后他们会说谢谢你 其实我们互助真的是很微薄 但是他们会 真的是打心底来感谢你 觉得会蛮快乐的 郑秀琴说 每个月圈的钱算不多 但真正能帮助到有需要的家庭 协助小孩快乐长大 是他最大的成就感 也为弱势家庭和儿童点亮生命之光 记者林姓吴家宝台北报道